OK,大家好,我是Slayer,就提供一個季 我們團隊是在做一些相對冷門的事情 就是剛剛DMI理事長其實有提到 災害發生的時候大家可能會亂生一團 但是國際上,或者是其實台灣這邊也是 會有許多許多的活動是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大家想要去協助 會有很多的管理進來、很多的物資進來 然後很多的資訊在臉書上、Twitter上面 或者說在PTT上面翻滾著、然後發酵著 我們想做的一些事情其實是 怎麼把這些東西做一個適當的整合、協調 把有些人想要看的資訊 政府單位想要看的資訊 就在單位想要看的資訊 直接送到他手上 然後是他需要的 OK,這是我們在做的事 那這是我 會放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剛好穿2014少年來的 所以有看到紅紅的那個 我自己其實是在討一些國際的 不管是說標準制定 或者是說是那個OpenStreetMap 相信今天應該會有很多很多次的機會 你會進行到這樣子的一個社群或者是介紹 那我也參加在裡面 然後還有在做什麼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在做電線標準的啊 然後烏俠基里是在做那一種 他從2010、2011左右就開始在做 所謂的群眾資訊的搜集 Crossorting的東西 那這些組織因為有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我們在講說 其實台灣的ICT能力非常的不錯啊 我們其實應該可以做一點什麼東西的 不只是幫其他人 其實最希望辦的還是希望幫他們的家 那不過今天我們講的是一個 跟亞洲開發銀行合作的案例 那我先從這個名字開始介紹 嗯 亞洲開發銀行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地區銀行 就是很像有人講說World Bank Agent Bank 這些銀行其實過去他們都是在幫 比如說開發中國家 或者是說一些這些 需要一些金錢援助的區域 你就直接去借款 然後幫他們蓋高鐵、港口、機場這些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議題工程設施 是由比如說亞洲開發銀行整個APP 它可能就是發包過去 然後去幫忙做這種相關國家的基礎建設 那這一次我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它想到說資通訊其實大家的手機 是最近這四五年來急劇非常快的發展 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那有沒有辦法是從資通訊科技 來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選了幾個國家 每人看到這個地點分布的非常有趣 然後我旅行就非常的累了 阿美尼亞、孟加拉、菲律賓以及北極 那我覺得我自己最悲哀的就是去北極那邊 整個北極上面大家都是休閒打扮下去度一下 然後去那邊工作 然後都是海灘褲這樣子 那等一下的照片都沒有比例 大家不用期待 好 那整個計畫來講 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說真的啊這個看不懂啊 大家會想說what does 什麼什麼東西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講 我要改善系developer 所以就是解issue 所以整個事情 你這些災害有很多很多的事件一直發生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說我就是一件一件issue 應該把它派給正確要去解的人 到底是誰負責 然後他的進度怎麼樣 然後是解完了沒有 一件一件把它發佔 那從就在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我就會講說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那避震發生的時候 如果不是打卡的話 通常我就會這樣 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要往哪個地方去跑 老實說我不太知道 要怎麼去做這種所謂的 災害當下的那個反應 那日本他們做得很好 他們一直有很多演練 他們有很多的說明 跟你講說 發生這些災害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就在想著 OK 那既然身為一個阿宅 我可不可以把這些東西做得系統化一點 這些發生的問題在哪個地方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問題回報給那些所謂的全責單位 比如說 如果我這邊是資源需求的問題的話 我可能是要給當地的政府那個地方 那或者是說給社會局這樣子的單位 那如果說火災的話 我們應該是往 比如說那個消防局這樣去弄 尤其台灣這個地方 很多的事情是垂直負責的 他可能會有不同業務 那最近可能比較多一點就是1999 反正我就是不管什麼東西往1999打就好 他再幫我去做分派 所以第二個是 我說我要怎麼樣去 feedback 這樣子的東西 那1999假設 逐步都展現了說 我要再怎麼樣進一步再去 再去 那個回應 這些回報這些問題 然後再來一個是 誰要去解決這樣子的事情 那這是最主要 我們要講的 先接三個主題 OK 那第一個 我們可能就會再聽到 OK 地圖 因為你要去顯示說 這些問題在哪個地方 大家手上都有智慧手機 OK 那用一個數位化的地圖來顯示 這是非常正常的方式 是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過去那一邊去做訓練 還有說明的時候的一個地方 那是孟加拉 然後那個手足 手足叫打卡 那他的打卡整個 那分南北兩區 可是整個打卡的那個名人口 大概兩千萬左右 全台灣才兩千三百萬打卡 那一個手足就兩千萬了 那人真的是多到無法想像 然後他的交通也是非常的厲害 我想說未來台鐵 所以我都覺得說大家都是好溫和 那你看到那個Google Map這個地方 好像還蠻OK的嘛 該有的路啊 一些資訊啊 還有醫院啊 這些資訊也都有了 OK 我們把它切到那個衛星圖來看 好像有點密密麻麻的感覺 看不太清楚 我們把紅色那個地方 再做一個放大進去看一下 從後面看得到嗎 你會看到很多小小的 像鐵皮屋的東西一個一個 在這個地圖上面 在微基圖上面 其實這個是在首都裡面的一個 還蠻大的一個秘密窟 那在這個地方 你會知道 其實Google Map 不只是說Google的街景車 它沒什麼必要去那個地方拍街景 因為完全不會有那個商業價值 我可能打開來 我想要找餐廳 我可能希望知道說哪個地方有餘館 但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不會有這樣子的 那個所謂商業行為 那怎麼辦 我們要去那個地方 比如說災害發生 或者說我要去做一些人道救援行動的時候 我還是需要這些資訊拿 所以有一個叫做Open Stream Map 只要讓你可以自己編輯Map的這個工具 或者是說資料庫就在這個地方 同樣一個地區 你會看到旁邊那邊有很多小點點 然後還有一些格子 那些住宅區資訊已經被標上去了 然後小點點是哪些地方有飲用水 哪些地方有醫療資源 就都標示在上面 那其實這就帶出不同的一點就是說 一個能夠像Wiki這樣子 讓你自己去編輯的一套系統 或者是框架 就說開放截圖 那跟Google Map不一樣的是 你可能Google Map 你要去反應這些點 然後讓它留在這個Google Map上面 你又要再經過Google的審核 又是一些時間 那可不如有沒有這些相關的工具 能夠讓志工們 當地的志工 甚至遠端的志工 協助把這些資訊建立起來 那這些資訊就可以被 像這一次的話 是UNICEF使用的 然後UN相關的人道救援團體 都是用這些資訊 在當地去做人道救援的行動 所以這是蠻不錯的一個平台 也介紹給大家 假設你已經有聽過的話 然後巴拿大人就去貢獻Maker 這樣子 那每個人都可以像編輯 那個Wiki這樣子去Edit 這個OpenStreamMaker 這個是我們現在開會的地方 中研院 然後人文科學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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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裡 你打開地圖的時候 其實看到還蠻完整的 然後連旁邊的那個行道樹 什麼都有 然後你假設注射的項號的話 你還可以進去編輯模式 就是很簡單在Web上面 你就可以去編輯它 然後你就可以在 把這邊樓層的資訊 這現在還沒有 你可以把說 這棟樓有幾樓啊 甚至於是說 其他的屬性 你都可以把它加上去 可能我們在這邊 會是誰 Denis 可能會看到這些CreditStream 然後就講說 你這樣子編輯這是OK 這些資訊應該是OK的 好 沒問題 然後我們之前團隊在做測試的時候 有時候是把一些那種測試中的詞 把它丟上去 然後Denis就會來管寫 說 你這樣給我 寫對的東西 因為這雖然像是VTBR 像是維基板科這樣子的 大家還是希望說 放在上面的資料 是有一定的convention 一定的規則 然後它有一定的正確性 所以這一些大家去共同編輯出來的資料 有三種的角色 在這整個的救援行動裡面會出現 第一個 是遠端的志工 就是像我們可能會用建盤志工 之前在講的是 尼波爾發生地震的 那我可能 就有人把加德曼都的那間的位置圖 調出來 然後大家根據這些位置圖 在上面去繪畫 當地的建築物的狀況 道路的狀況這樣子 也能夠讓舊單組織在那個地方 就有實際上有那個組織可以用 這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像那個西非那個地方 發生伊波拉病毒的事件的時候 其實你拿Google Map去到那邊開 就全部都是空白的一件 什麼都沒有 那你要叫紅十字或者是 政府國界怎麼樣在那個地方去 知道說我的那個醫療點是在哪個地方 然後來這邊就整的人是從哪個村子過來的 這些東西最好是能夠把它數據畫 那第一步就可以先讓全球的bronteer matter 或者是這種貴族志工 根據位置圖先在上面去畫 第二個 當地的志工 可以再多做一些refine 就是多做一些那種屬性的描述 等一下我們會講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當然 像那個剛剛講的這些人造就有組織 就可以運用這樣子的地圖圖資 來去做相關的回憶 那接下來我們要focus在第二種人 過去我們還蠻多多是當地一種 就是因為在其他國家發生災害的時候 那我們是可以藉由這種那個 鍵盤匯圖、鍵盤志工的方式去做協助 但是在第二種其實它不能講說才是 它是一種所謂的那種capacity building 你去建立當地不管是防災或印災的能量 你給它的是一個吊桿 你讓當地的社群能夠知道有防災意識 能夠知道說怎麼樣去收集這些建築物的那個特性屬性 或者是說這些地區的那個災害的潛勢是怎麼樣的 當地人最知道可能十年前這邊淹過水 那這邊其實有可能之後下大雨的時候會再淹水 那我舉一個例子 這邊還是孟加拉登 那邊有地震 那邊有火山 那邊會淹水 然後多了我們台灣多了火山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防災社區防災中心 所以你會看到我那時候覺得說這個設計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一樓那個地方你看到只有柱子 所以這個防災中心是什麼 是躲那種大水的 大水來的時候反正一樓沿了就讓它沿了這樣子 然後二樓咧 二樓他們很有趣的一點是 二樓是可以讓你放牲口牲畜的地方 那邊很多是農業為主的 然後你要去撤離的 那個設計他們是說 沒辦法你要去找 那他們只是講台語 然後下大雨的人要趕快設計了 那那個那邊的長者 或者是說他們住在那些社區的人可能就講 那我的牛羊都在這個地方 你叫我跑要跑去哪裡 找不到樓啊 就算我自己走的 我之後回來我也沒有辦法生火了 因為他們可能都被水瘡種了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 二樓他整個就把它設計成那些森口 就可以直接牽到那個地方 然後就讓這些森口可以帶著人 三樓才是住人的地方 所以整個這樣子三樓的設計 災石它就變成是一個地災中心 那平時有些這種地災中心它還把它變成是市集 大家就牽著牛羊或者說他們自己採收的座物 就在這地方開啟市集去做那些交易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你從衛星圖上面看下來的話 你就會看到不動建築物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為什麼要跟第二類的所謂的當地的志工 或者是當地的這種Matters在做合作 然後去建立這個所謂的能量 讓他們自己能夠把這一些的屬性 標示在這些地圖上面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在發生洪水的時候 它是避難中心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這張圖是在發生海洋颱風之後 貝利比那邊有一個孫子叫做阿伯 阿伯 阿伯的孫子 阿伯的孫子 大家村民就集合起來了 然後就在教堂那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颱風這樣子過來的 那我們總是還要有一些資訊 去做一些所謂的災水評估 然後大家就把這樣子的地圖畫起來了 上面點點的部分就是那個房子 然後大概的那個地圖 然後教堂在哪個地方 然後城市的樣子 這個村子的樣子就變成這個了 那有什麼方式 因為我們在講說Compasticity 或者是說我們在講說能量限制 這樣子的地圖其實過去已經有了 或者是未來也有可能繼續畫出來 那怎麼樣讓它變成說我提供你一套工具 能夠讓你數位化把它放到OpenStreetMap 這種開放然後大家都可以使用 大家都可以access它的一個平台上面去 去把數位化這種資料 然後再來跟我們比較有關係一點的 這等一下怎麼不會跟我講一些 KNY也有提到啊 這邊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們要往哪邊跑 避難出口在哪個地方 老實說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 但是有其他種不同的危機事件 它可能是你的對外交通全部都斷掉了 你的通訊可能也斷掉了 但是你可能還是在中原院這個地方 接著大家就要想我包包背著我要徹底到哪裡去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在這樣子的綁在避難出散地圖上面 其實是有發生水災的時候你應該往哪裡走 發生地震的時候你應該往哪個地方走 這些資訊其實如果我們也把它變成是 在數位圖資上面的資訊的話 其實拿起來手機這樣子一查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OK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應該往哪個地方去 而且OpenStream Lab最棒的一點就是 它可以變成是你線可以使用的 你不會在發生事情 大家可能平寬很吃雞的狀況下 我調到軍面還要去 這些東西平日把它建立好 它都可以變成是 我們這所謂的防災應變的那些能量 上面就有提到好像發生地震的時候 應該要往什麼南港避災公園什麼之類的 那個我還不知道在哪裡 而且距離這個地方有1.5公里的樣子 但是這個其實是在相關的規劃 就是我們可能地震過後了以後 大家現在沒事了 可是造物斷掉了或通訊斷掉了或怎麼樣 我們該往哪個地方跑 這些資訊其實應該是要有的 所以我們團隊在這整個的APP計畫裡面 因為看過這些說 可能有很多的地圖相關的資訊 所以你應該要把它數位化 那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自己是做手機APP的 比如說一些網路的那個 web的那個service 那就把一個大家常用的 IP-edict 我們就把它變成是手機版本的這樣子方式 你就可以去走到哪個地方 可能平常這不是有災害啦 就是大家在辦活動 比如說你的地圖松啊 或者是說你政府單位要去辦那個所謂的 防災知識的那個培養 讓大家知道說 我要去建立這相關的那個資訊 你就可以拿著這樣子的工具 走到那些地方去實際上 修改這些建築物 或者是說所謂OSM上面物件的這些特性 重點是什麼 這個大家一定都看不太清楚 我直接可以講這個的用意 不管是我們地圖志工 或者是說這些政府派出去的那個職員 那這相關的人員 其實他都應該去收集這個建築物的資訊 這些建築物資訊包含什麼 可能這個建築物它的材料 它的高度 它可能會遭受到的災害 這些這些的 那經過我們跟亞洲不同的專業團隊 它有包含泰國那邊的AIT 日本那邊的那個ADRC 那其實他也是在泰國啦 這幾個 還有當地的那個 訪在AIT店中心 那討論過以後 每個國家 他或多或少都會開出這樣子的單子 那我們就把它直接整合在APP裡面 你要去編輯或者是說新增一個地點 或者是說一個建築物的話 我們就建議你把這些資訊完成 那過去可能就是我們Mapper想到 我要input的什麼樣的屬性 或者是資訊 我就把它寫在OpenSearch Bank上面的 那現在比較用這種表單的方式是 你可能這個是很認真地要去做這種 所謂的發生災害之前的資料建立 所以它上面就會包含這些很多的 那至於你在描繪道路的時候 它就可以順便要你標示說 那這個在發生災害的時候 它也沒有辦法變成是 那個幾級的避難通道之類的這些訊息 它就會變成一個一個的那個 表單式的方式 讓這些Makers去把它完成 所以整個來說我們會希望 這個是發生 尼波爾發生地震之後 然後OpenSearch Map的這個Community 有很多人去把家人滿足這個地方 做非常多非常完善的那一個會頭 也讓這整個密密麻麻的資訊 其實讓很多人到救援團體可以使用 那我們也希望剛剛講到的那四個地方 甚至於是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都希望說能夠用這種方式去慢慢 把這所謂的防災的基礎能量建立起來 至少我在這個地方打開 不管是Google Map 或者OpenSearch Map 它應該能夠讓我知道說 我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應該往哪個地方去POP 那地方離我可能有多遠 然後是什麼樣的設施 這樣子 OK 三個issue 第一個issue 是這一個問題在哪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紙本的地圖 它當成地層了嗎 好 那再來咧 我要怎麼樣去迴報 我要去報告這邊發生的哪些事情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資訊要包括在裡面 它可能有包含在哪裡發生的 那個location information 你可以是座標或者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地址 那最好是有個圖 或者是影像之類的 來做說明 然後在上面有那個inscription 這樣 這個是我們過去匪跡 不是去度假去工作 再次強調 之前 他們那邊就下大雨 然後那個 城市那邊其實就是淹水 淹成這個樣子 那我看到這個新聞 其實我心裡面就是想說 欸我不熟啊 所以淹水了 但是 這個事情發生在哪個地方啊 那 所以我們過去那邊其實是給他們一個另外一個工具 是相對來講也很簡單的 以前我們在用武俠ED的時候 我們團隊也是一起把武俠ED的mobile application去做更新 那個 現在這個版本的話就變成說 我把它變得更 可能更直覺一點 你可能就是說我要回報 然後你就選個淹點 拍個照片 我希望把它變成像instagram這樣子 當然 本來是要加濾鏡的 你就是變成說我要選淹點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回傳回去 那你就會知道說 當它那個淹水的地點是在哪個地方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App上面可以看得到 然後你有一個web可以去看 讓這種災害管理中心可以知道說 哪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 有這樣子的工具還蠻不錯的啊 可是之前我們遇過的一些問題就是 你的網路都斷線了 你要怎麼辦 對吧 在大地震的時候 而機器台它可能還可以再run個 有UPS的那種電力備員系統 我們可以再run個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那之後的人沒有 還是一樣沒有通訊 慢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 身為 又講了一次 身為資訊宅 就應該是一種系統的事情 平常我們在出去收集這些 就在資訊 或者在做這種點的回報 或者是勘災的時候 網路還在 那 大家都很好 我們就把它回傳 然後把它打卡之類的 這樣子 就可以做到雲端上面去了 不管你用Amazon 或者是用那個Azure Amazon的T2 或Microsoft的Azure 這樣子 那 Local的Server 然後還有Remote Central的Server 都可以同步 那它有 因為有地方 這支 中央這支 那 離線的時候咧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像剛剛講的這些 收集資訊的App 不管是你要繪圖的App 或者是說你要收集這種 在哪裡發生什麼事情的這個App 它是能夠離線操作的 所以你拍了照片 你說了敘述 你標示了類別之後 沒有網路怎麼辦呢 那你可能就是先 算成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我們其實中間還有一個 那個階段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網路 但是你還是可以打電話的那一種 他會先用簡訊把你的位置 跟那個狀況先傳出去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但是 有可能是整個都斷掉的 那你就是用離線的方式 先出去外面做所謂的 災害統計 還有災害揮報 把這些狀況 帶回到你的那個 辦公室裡面 那或者是說你的那個 剛剛講那個教堂啊 或什麼的 在那一個 server 其實就能夠用 Local Wi-Fi的方式 讓大家把你收集到的資訊 去同步起來 然後大家同步過以後 就其中一個人 帶著這支手機 就往中央政府 或者往其他的地方去盪 你就可以把災區那邊的災期 就帶到外面去 那可能有可能講說 我在當地那邊 可能就有衛星通訊 那最棒的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 假設他沒有那些衛星通訊 設備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同步大家收集的資訊 然後帶著手機 開著車 或者是說騎著馬 或者是走路 就走到那個其他的 所謂的 central server 或者說在外面有網路的地方 讓外界知道說 這裡的狀況是怎麼樣 有哪些需求 然後有哪些損害 剛剛就在講 第一個地圖 第二個 我用什麼樣的 可能用現在手機的 我用這些工具 我就可以收集資訊 再來 誰要去處理這樣子的事情 這其實是蠻critical的一件事情 真的要收集了 或者說什麼 然後我就放在那邊 沒有人管的話 那其實 最後大家會變得說 那我幹嘛要收集這些資訊 或者說 我幹嘛要做這樣子的回報 一樣 就是 大家先提問說 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人舉手 或者是大家都舉手 有問題這樣子 我問你們舉手 應該不會這樣子 然後大家 要有一個所謂的那種回應 或者說有人去處理 才有辦法讓這整個的事情 等於說 打下去有一個那種 回來的感覺 那 因為這個案子 它直接都是跟當地的 防災部門去協調 阿美尼亞那邊的話就是 那是什麼 他們的 那個緊急 Emergency Gretchen Ministry 那種緊急救援 緊急狀況部門 然後 孟加拉也是那種 Department of Disaster Management 那 FB 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我們是跟他們的衛福部 合作 然後北京那邊是跟那個 國家採訪中心 這樣子 跟這幾個單位合作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是 你這些資訊進來 他們是實際上有人 但是本來就是他們指責 要去做相關的對立 那 你不會變成說 我這邊全部都收集完了 阿OK 就是很多的那個歷史的紀錄 這樣子 那是真的是需要讓他們 有辦法去做災害統計 然後有辦法去做回應 甚至於是聯繫到不同的 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去做反應 那 剛剛講的是 我們在ADP的那一個案子 台灣這邊 我們最近是跟宜蘭市那邊合作 所以宜蘭市長在前兩天 三天發生地震的時候 他也在他臉書接了一下 就是說 有發生什麼樣災害的狀況的話 你就給他們去報 那 市府那邊就會處理 用這種方式是 你就馬上可以知道說 這些問題是發生在哪個地方 有地點 有照片 然後也有他的時間 相對來說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回報的方式也很快 你就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你就那個在座平方上面 選擇類別回報 OK 那 還有誰會去處理 在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合作的狀況是 有一個叫聖災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 它其實是從我們過去很多的 那種災害捐款裡面 然後 可能有些錢還沒用完 那整個都拖過來 變成是一個 政災基金會 這種政府設立的法人 那 只要有栽培 政災基金會就會出來 去做相關的資源 或者是補助 那下面這個 衛報平台就有很多 包含實際 紅十字會 市長 然後 長老教會 很多很多 我沒有辦法一一說明 大概五十個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些 組織其實它也是希望說 我能夠及時知道 地方政府 它的需求 是怎麼樣 當地有沒有怎麼樣的團體 它有怎麼樣的需求 那這些資訊都應該是要被 串接起來 這組織對組織 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所以 整個這樣子講下來是說 你要很明確的標示出來說 這個事件發生在什麼地點 然後又有一個地圖 讓你知道 OK明確發生在這個地方 那最後面有一個人去接 接著去處理 那 從我們台灣這邊的例子來看 我們講說ICT可以去怎麼樣做這種 栽培統計 這個標 它是教育部 在發生2月6號發生地震之後 就看南部那個地方 台南、高雄那裡 有很多學校即使有受到損害 他們就請當地學校那邊去做一一統計 然後一個一個列表出來 Excel檔 現在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即使是在國外 UNO教育大部分是用這種Excel的方式 那我們就要說 你如果有很安心期會比較近 人生變得比較美好一點 你請譬如說台南女中那邊的學校 不管是學務長或是警衛或什麼的 哪個地方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學校那邊還找回船 你會看到說 原來是在台南女子高級中學的後面那個地方 是譬如說有什麼樣的災子狀況發生的 就直接標示出來 那往上一層的話 你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全那個台南地區大概發生的狀況 會是怎麼樣 那也有它相關的那些資訊 所以從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我們不是說我要馬上用這個東西 去回報非常緊急 有人被壓在下面或什麼的 那也有可能我直接反應就是來疑疑 但是在後續所謂的release 或者說所謂的重建這邊 你怎麼用ICT工具去把這些資訊 有系統的整理起來 然後它變成是 我們喜歡 我們這種阿宅喜歡的 一個一個的issue 我一個一個去解決它 那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還有多少還沒解決的事情 然後我們還有多少事情還沒有做 所以回到這個剛剛看不懂的表 最左邊那一塊 其實它就是在講open stream map 我要怎麼樣提高open stream map的功能出來 右邊那邊咧 我們就給它去離線或在線的時候 都可以做相關的那個回報 那下面那一塊 其實這整個計畫都還有跟那個 日本JASA或者說PASCO這樣子的公司 這些公司它都是 就是那個發射衛星的 有些是在做那個衛星圖資 分析相關的資訊 那發生災害的時候 它都可以用那種太空的那個衛星圖 去幫忙做宰水評估 然後把這些宰水評估 也匯到這整個平台裡面 然後就變成了我們這一次 跟亞洲開發銀行合作的整個ICT架構 希望在這幾個國家裡面去布建 那所以你會看到我們跑到泰國 跑到我覺得最有趣的應該是左邊那個地方 阿美尼亞它其實過去是蘇聯的其中的一個 其實就是整個蘇聯的那個成員就對了 所以他們在做防災那邊其實都是絕防 那我們絕大邊就看到就是一堆的那種信息 就全部都排出來 在他們的國家的栽防中心 那跟他們的溝通就比較有趣一點啦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相對比較保守一點 速殺武器這樣子 那在這四個國家之外 其實我們最希望的還是說 我希望看到台灣能夠出現在上面 已經有開始了 你會看到說比如說伊安 這件已經開始在用 可以讓大家及時的回應 但是還是回到一點 我們會這麼的 有這麼多的國際activity 可能也是被逼出來的吧 因為在台灣這個地方 每一個直線的災害負責單位 其實他們都覺得說 我會過去我已經在這樣子的災害上面 已經有相關的那種反應能量 還有布建的 那怎麼樣把它橫向善起來 目前我們好像還不是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那與其等到不管是法令或者是說有一個單位出來裡頭 或者是有一個大有為的什麼長之類的出來講 或者是總統出來講 那還不到這邊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要提供怎麼樣 或者是台灣這邊可以怎麼去做 那倒不如我們就是先在海外那個地方 那以我們在台灣這個地方看過的 我們在ICT上面的一些經驗 先去各個地方做試煉 那我想說 最後面應該有一些機會 就能夠回來台灣這個地方 把這樣子的系統整個部件串連起來 也邀請我們的美間的數位志工一起貢獻 也邀請政府部門連接串連起來 NGO夥伴 人道救援組織夥伴 其實這些整個串起來 在做整個不管是災前的能量培植 或者是災貨的反應 都能夠讓ICT變成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它是工具而已 我們要設計的是工具 因為最重要的還是大家 還是人這樣子 那這就是就先在這一次 亞洲開發銀行的合作案的一個簡介 謝謝